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奥比兰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说个事情啊 可能呢有网友不太清楚这个人啊 但是像我们呢是比较清楚的 谁呢就是以前的这个B站有一个 就叫B站叫比里比里啊 他的之前有一个大网红博主叫西兰啊 他是做游戏的 后来呢他就是说在游戏直播间里面 他会经常跟大家聊一些啊 这个鼓吹台湾的一些事啊 把台湾吹上天 然后呢贬低这个中国大陆 那么后来在B站被封号之后呢 他还是居住在上海 他母亲好像是上海人吧 然后他父亲是比利时人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西方 持有西方极左思想的这么一个混血儿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天生呢有一个特点就叫做 没有国家和没有民族 这也是我们之前看到在10月7日巴以冲突当中 以色列的一些议员直接赤裸的就讲 几十年之后你们是棕的 你们是灰的 你们是白的 你们是这儿那的啊 但我们依然是我们 所以说在这个 可萨人控制的这些媒体和视频网站上面 比如说像我们用的这个 UYT这个网站上面 对吧 他比如说你搜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搜孕妇他会出来一个啊 黑的和一个白的啊 母的啊 然后大了大了肚子的一种一种画面啊 就是呃 但像以色列他们那边呢就讲究这个血统的存症啊 就是说甚至是近亲繁殖啊 家族内部通婚啊 是这么去玩的啊 就是玩到极端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 这个他们呢 要保持他们是作为一个全球的少数团体 要控制全世界啊 那么你们呢啊 在控制你们的过程当中啊 你们的民族传承 家庭观念啊 你们的宗教信仰 你们的这个肤色认同 族群认同 这个东西都是他们去创造美丽新世界啊 和新世界秩序的一个啊 重要的障碍 所以说呢 我们要深刻看清楚啊 像这种鼓吹啊 串串啊 它是极其啊 拥有极大的危害性 为什么中国要处理三非外国人啊 特别是这些老黑啊 在广州啊 对吧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所以说这个西兰呢 它天生呢 它就是一个啊 一个叫做 我们讲的叫做游牧民族 就是说在精神上的这种游牧 游牧民族啊 生理上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在上海的时候呢 它就是什么 即使它的B站账号被封掉以后 它一直居住在上海 然后它就发YouTube 呃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过去这样的时间以来 很多人呢 总是很喜欢混血儿 所以它有很多大量的女粉丝 和一些呃 这种啊 伪比较伪的一些男粉丝 以及一些 贝贝塔男啊 对这种类型的男人 就是说 男性气概不足的这种 很多是成为他的粉丝 啊 你稍微阳刚一点的 就用他们贬低我们的话 讲叫战狼性的男性 是不会成为他的粉丝的 因为他是一个极左的 一个人 所以他那时候 在疫情风控期间呢 他也要离开上海 当时做了一个视频 然后就在YouTube上面 就是播放量蛮大的 这是他的一个流量密码啊 就说啊 我不想在中国待下去了 中国太残暴了 太没有人权了 太垃圾了 好 然后呢 就回到什么比利时区了啊 大家要知道啊 在欧洲啊 有三个国家的欧洲人 是最他妈欠干的 啊 就是就是你在欧洲生活 连欧洲他本地人都不喜欢的 一个就是比利时人 第一大 就比利时人 比利时人啊 像我们以前在 像法外那种时候 在的时候 因为有首歌唱的 就是骂这个比利时人的啊 就说比利时人是经常拖后腿的 因为比利时他也是讲 讲讲讲法语的 就是说 可以说比利时跟法国 其实其实都是这个 属于说叫做西欧的这个高 这个叫做高鲁人 或者说有部分的比利时人 他跟法国人他不是一个人种 但是他就相当于这个 中国中国中国跟这个 中国大陆跟台湾这种关系 大家都是抄着法语 但是呢 有的不同的这种啊 这种这种风格吧 啊 也可以说是像这个乌克兰 跟俄罗斯地区这样一样的 所以比利时人 就是不被法国主体所接受的 所以比利时人 他们蛮蛮欠干的 就是说我认识的比利时人 都是蛮欠干的 还有就是捷克人 还有就是波兰人 啊 这三个国家的人 是最浪人 在欧洲 他们本地人 就是白人 本地人都不是特别喜欢 这三个国家的人 所以你可见啊 我以前在法国的时候 也是跟这种比利时人 打过交道 我不喜欢和比利时人 打交道 啊 我觉得他们总是 惹事啊 总是这个啊 就是嘴巴很贱啊 很他妈要要欠揍的那种感觉 波兰人也是 捷克人也是的 啊 所以你也会看到说 在这个 呃 反华的上面 这三个国家也是很积极的 啊 你看比利时就是什么 北约跟欧盟的总部 对吧 布鲁塞尔啊 对不对 他们为什么都见了布鲁塞尔 对不对 你看捷克 对吧 一天都晚派什么议员到台湾去 波兰也是 对吧 啊 非常的这个 这个自以为是 所以说呢 有 就是说他的这个复习社会 是这么一个社会以后呢 再加上 他 他有一个 嫁给老外嘛 大大大多数挺从洋没外的啊 或者说 喜欢吃羊香羊蛋的 所以就会就诞生了他 这么一个啊 非常奇葩的一个人 那么他现在 为什么我要讲他呢 因为 他之前不是 在疫情的时候 我也做过节目 我也吊过他嘛 对吧 啊 那么我说 我说这个人怎么回事 对不对 啊 你是比利时人 你应该跟着你父亲的这个国籍去玩吗 对吧 你强调你是比利时人 那么OK 你就到这个比利时 你去在西方的 或者在法语区去混 就 YouTube上面也有法语区 你可以去法语区上面混 你可以在西方的平台上面混 对吧 但为什么不在那个上面混 原因很简单 你为什么在YouTube里也要混中文圈 很简单 因为你这种混血 在西方主体社会 它是不被接受的 或者说 你的母亲是一个中国人 你的长相有点这样的 你是不被接受的 那你自己也知道 那是他们有种族歧视 那么有种族歧视 然后呢 中国国内呢 有很多时候 中国有些女的 就是很白白痴 就是说 总是想找老外 我要是个混血宝宝 我说过 你看西兰现在的这个长相 你所要是能混血宝宝 说白了 就是生出来就是新疆人 就像中亚那一带的人 就是说你内在不就是 这个东亚黄种人 和这个白种人的中间体吗 那么你不是生出来个新疆人吗 你看西兰现在的长相 是不是像一个新疆人 对不对 所以没什么稀奇 没什么特别 OK 那他之后离开上海以后 他去了这个欧洲 待了一段时间 之后呢 他就去了台湾 却台湾呆着 然后在大陆的时候呢 把台湾吹天花烂坠的 就跟王志安一样的 王志安之前 也是把台湾吹得天花烂烂坠 台湾是什么 华人之光 台湾有自由民主 台湾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政体 利用台湾自由民主 给华人世界做一个典范 到时候用这一套 来和平演变中国大陆 让中共下台 中国大陆也走上像台湾 这样的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 那么最后 王志安去了台湾以后 他遭到了什么待遇 他被民进党 他们直接就是残酷镇压 对吧 用这个民主铁拳 用劣质民主铁拳 直接就打他 五年就不让他进 现在王志安在网上 大家也都看到了 对吧 也是批评台湾 包括在惊吓事件当中 他也是站在中国大陆人民的这一边 对吧 我不能说他站在中国大陆人民这一边 对吧 他也是谴责台湾 说你们怎么回事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 王志安 因为他不反华 台湾需要的是王志安去反华 王志安去反华 但王志安他一旦反华 他会失去中国大陆的内部 和在上落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听众的支持 因为你怎么是个反华分子了 你自己反自己谁还听你 对吧 所以说王志安他在日本 他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OK好 在台湾 那这个西兰他也是 在大陆一天到晚吹台湾 抹黑大陆 然后到了台湾去居住 去台湾去居住以后 他住了半年 他发现住不下去了 因为他当时在台湾 也是 他当时粉丝长得特别快 还有一个阶段是什么 就原来他那些粉丝 在那上他本身 这种混血而长相 就很受一些女的喜欢 还有受一些重阳媚外的一些男的 一些伪 比较伪的一些男人的喜欢 去追随他的节目 那么在台湾 就是他做中国大陆内部的 这个疫情这期节目 就是利用疫情说 啊我真的待不下去了 怎么怎么样 好可怕 中国大陆怎么样 然后呢 也吸引了很多台湾的 那种粉丝 那种他妈的 比如说这种绿奴 吸引了他们的关注 然后在台湾生活 就是台湾生活 然后就台湾这好 后来他就发现在台湾生活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什么 直到他现在这一年以来 他都被台湾人给网爆 他就是对台湾的一些 不好的东西 他就是提出了一些批评 和一些质疑 再加上 他为什么会提出批评和质疑 因为 他的母亲是大陆人 他的母亲是大陆人 这个身份 在西南人的节目里也讲了 他这个身份 他说 因为他有一半的血 是中国大陆的 所以 你想要去台湾 去舔台湾人的脚毛 他不会因为你的脸 你的父亲是比利时 他们不会去舔你父亲 比利时的这个一半 舔比利时的这个一半 而是说 他们会攻击你 就叫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成功是因为你的脸 有杨大人的一半的脸 这一半 他们来支持你 哇 这个西南人好帅 混血儿 你看 有杨大人的这一点 但他们厌恶你 也是厌恶你 有一半中国大陆的血 那么他就会被成为攻击的对象 就像王志安一样的 其实就是牛逼 即使跟台湾应该讲 同样一个战壕里面 反共 对吧 但是台湾也不接纳他 包括那些被民进党收买的那些 中国大陆的反贼 独人运们 被现在被台湾也是不接纳的 会只会说他们 比如说像公子省 是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人 他不可以承认你是加拿大人 你是加拿大人 怎么你比我高 高位了 因为我要舔加拿大 我要舔美国 我不能说你是美国人 即使你加入国籍 你不是美国人 你不是加拿大人 你是旅居在加拿大的中国人 你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学者 所以台湾 因为他要创造台湾民族 他要认为你是知那见处 所以说他会称西兰一半的血 叫半知那人 那这个敌对就出来了 然后他本身对台湾 台湾这个社会已经很激情了 你不能对这个社会有任何的批判 就算批判也只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那些绿奴他们自己可以去批判 比如说像馆长说骂三英文 怎么怎么样 说一些这个东西 那是他们自己能自己能讲 就像家里人的哥哥讲弟弟 你可以讲 但你外人讲就不行 对吧 所以说你王志安讲民进党 那那就不行 你是他妈中国大陆出来的 然后就在下面对他进行网报 然后这个西兰也是 一天才晚吹 把他们吹了天晚上吹 但是去到台湾以后发现 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他天天吹台湾 然后台湾天天在骂大陆 到了南安的女的都被骂 但是这个西兰他自己的一半写 他母亲是上海的 然后他一半写是中国大陆 那他听了肯定也不舒服 在这上台湾那个所谓的自由民主 本来就是劣质的 有很多的问题 他的最重要的是 他在台湾的自由度越来越小 那怎么办呢 他只能逃到日本去了 那么短暂的回到上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也没办法待 他怎么待 他怎么可能待呢 被中国大陆封禁了 然后本身在YouTube上 他又是这个极度的 这个反 已经开始就反华了 这种言论 反大陆了 那他怎么赶过来了 肯定 来了也是被驱逐掉的 所以到日本去居住了 所以搞来搞去 这些人到最后都是流向着这个日 流向着这个日本 对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搞笑 我估计在日本待不下去的人 像老高跟那个他老婆 他们在日本为什么待不下去 在日本他们YouTube好像又被收70%的税 那赚点钱都是给日本纳税了 那怎么办 只能逃到新加坡 那也就是说 在日本都待不下去的人 最后是不是只能跑到新加坡去呢 所以说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你天天吹吹这个吹那个 到最后你都被疯狂打脸 而且我说这昔然是个极左 他之前在网上又又有一次 比较比较高光的时刻 是什么时刻 就他去攻击那些两岸三地的 不管是台湾的也好 香港的也好 就是澳门或者说是中国大陆的 那些就是红丸 就是搞红丸理论的这一些情感博主 就是这些博主 他们可能有大量的街头实战 就是说拍下来说 在街头怎么搭讪正妹 怎么样去 比如说很快的去跟女生接吻 去拥抱 或者说去触碰 可能做些实验 可能比较 比较屌 比如说去摸女生奶 或者怎么样 他去摸女生奶也好 他们去亲女生也好 他们去拥抱女人也好 那是经过女人的同意 经过女人的同意 那就是人家就是有这个魅力和这个技巧 那我觉得现在在白左统治的这个世界 男人越来越被什么 这个娘炮化了 男人越来越没有雄风 所以大家一直要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老是要攻击战狼 老是要造吴京的谣 老是要去攻击吴京 他老婆 谢南 这个母子两个 对吧 和吴京的小孩 然后又说吴京得艾滋病了 这就是说 伪奴和硬不起来的男人 他就喜欢 喜欢要攻击战狼 中国男人怎么可以战狼 全球都在白左 全球都在娘炮化 你中国人怎么可以战狼 你中国人怎么可以有雄心魅力 你中国男性怎么可以违背现在的这个两性市场的价值观 妈的你可以去玩弄女性 或者说不叫玩弄 就是说你可以去用这样雄性的这种方式去获得女人 而你应该当一个贝塔男 当一个舔狗 你应该给女人花钱 女人戴绿帽子 你就冷着 女人他妈比带别的男人在你面前操逼 你他妈在旁边给我跪着看 带个绿帽子 带个西瓜皮 在旁边看着 你应该尊重女人 你怎么能够不尊重女人呢 这就是西兰他的这个极左的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 但是却在这里讨论政治的人 今天极左的那些白左们 他们都不懂政治 他们却讨论政治 他们连自己为什么称为极左 白左 他们是为谁服务 是谁提出这种理论的 他们都不知道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 传播这一切东西 所以我说过 最好不要去伸那个串串 为什么 他这样的串串是基本上是没有国家和没有民族观念的 对不对 而且他们不被主流社会所 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 所接纳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女的 你天天要找一个老外去伸个慧血宝宝 你生出来的小孩在他们的社会当中是不被认可的 是这样的 不被认可的 没有会被认可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台湾人 叫什么 费祥 费祥到大陆来 他居然能够火 因为他是汶血人的这个面孔 所以我说过 从八十年代的时候 费祥在中国大陆能火 就代表了说 那个时代 我们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就讲 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恶果 就是在这里 他有好的东西 在硬件设施上面 确实是我们是腾飞了 但是在软件上面 我们失去了自信 所以现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国 就是要把软件的这个东西 把它提升起来 所以说像西兰这一种人 他在网上 天天之前在中国网站 他是在这个里面成名的 他是成名于中国的视频网站 他是在中国成名的 他确实在这里攻击着中国大陆 那这样的白眼狼 这样的串串 那当然是不能够什么 被大家所接受的 所以你看 一天往吹台湾 到了台湾去了 就发现台湾 原来是个屌羊 然后又跑了 然后只能去日本 然后就觉得 自己跟他妈的黄军是一帮的 当黄邪军了 可以他妈的 台湾也骂 中国大陆也骂了 对吧 然后就把日本吹得天花烂坠 日本现在的女的 自己都在大规模卖淫 日本社会 现在本身就GDP 都在疯狂的在这里萎缩 对吧 然后你看王志安 他不敢批评台湾 批评中国大陆 但最终他不敢批评日本 那你们这帮人 日本他都是跟中国有深仇大恨的 你们怎么都 屁股都在日本去了 当黄邪军吗 所以说 有的时候真的是 看看这些反贼 一个个都他妈的光怪陆里 谢谢